纵观国际时政热点 为您解读时事动态 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 丁广先生对澳洲对华政策大辩论 陆克文痛批莫里森误国的时政解读 陆克文批评莫里森政府为权斗炒作中国议题 中澳双兵关系进入黑暗期 北京或在经贸领域采取全面制裁 但澳洲经贸出口高度依赖中国 前总理陆克文等支华派痛批莫里森政府的对华政策 拿国家及人民的利益当儿戏 如果说加拿大和中国关系 因为孟晚舟案件和两个麦克案件而陷入死胡同 那么至少在经贸领域 尤其是能源领域 家中的贸易仍然在进行中 而澳洲与中国的外交对峙 却不但让双兵关系进入了历史的黑暗期 更为严重的是 北京或许在经贸领域将采取全面的制裁 这个信号在5月初就出见端倪 中国国家发改委宣布无限期暂停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体制下的一切活动 有澳洲智库发出警告 这对莫里森政府而言可能是一场灾难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加拿大的经贸毕竟大部分依赖美国 而澳洲则根本难以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市场切割 其经贸高达30%的出口 依赖中国 因此 针对莫里森政府的对华政策 以澳洲前总理莫克文为代表的支华派 在舆论上公开进行批评 引发了澳洲对华政策的大争论 而英国金融时报收集了 来自于澳洲各界对莫里森政府对华政策的反应 指出 澳政府业余的对华外交政策让贸易陷入困境 十分有趣的是 就在北京发改委宣布立场的同一天 澳洲总理莫里森就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口误 称澳洲支持北京针对台湾的一国两制政策 引发朝野的哗然 显然 仅仅在台湾问题上 莫里森政府已经手忙脚乱 前年不搭后语 先是声称要为台海冲突做好准备 其中包括与中国发生战争 在遭到北京反弹后 莫里森突然转调支持一国两制 被舆论指为向北京让步 然而 一周后 莫里森政府再次改变说法 称一国两制是指香港问题 针对莫里森政府操作台湾问题的出尔反尔 澳洲前总理 前外长陆克文 在5月8日的《悉尼先驱晨报》发表署名文章称 过去50年来 澳洲历届政府都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 但过去两周 总理莫里森 国防部长彼得达顿 和内政部秘书长迈克尔·佩祖洛 都惊人地违反了这一共识 正是佩祖洛在4月底发表签字长文 鼓吹澳洲已经战鼓敲响 澳洲必须做好准备 再次派遣我们的战士去战斗 值得注意的是 陆克文在该篇文章中揭露 执政党内部为了权力斗争而炒作中国议题 这是拿澳洲的国家利益和民众福祉当儿戏 对于莫里森政府对华政策的业余水平 澳洲前外长加雷斯·艾文斯 也在互联网讨论平台上表示 政府应注意其外交辞令 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要谨慎 避免过度热衷于发表对中国的评论 艾文斯表示忧虑 因为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在受到一些国防安全人员的不成熟建议所引导 对这些建议要进行质量评估 艾文斯更加直接了当地警告 针对地区冲突 美国将始终遵循对自己利益的评估 来决定是否为澳洲等盟友采取军事行动 因此 澳洲在外交政策上要保持独立性 完全依赖美国的想法 已经带来历史教训